近期盛大开幕的TMEA1与盛典 戴着墨镜穿着皮衣的蔡徐坤 霸气的压轴亮相了盛典之前的红毯环节 以前的蔡徐坤也曾多次在红毯上压轴亮相 但这次压轴的意义和以往确实很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近期的蔡徐坤由于负责演唱会的公司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她本人被连累 陷入了各种争议 这些争议让她不仅被网友各种吐槽 就连刚出道时的黑称都重新翻了出来 不止如此 还有来自主流媒体的点名和报道 如图所示 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件事 就连主流媒体的代表央视网都发文报道了这件事 这些报道里的称呼虽然都是蔡某某 但因为网友在各大评论区直接说明是蔡徐坤 所以这件事对蔡徐坤依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次争议之后 很多媒体以及网友都开始唱衰蔡徐坤 或者观望蔡徐坤接下来的发展 而这次TM1A红毯上的压轴亮相 足以证明蔡徐坤依然备受认可 在业界依然是顶级大咖 凭借这样的认可和影响力 蔡徐坤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近期出现的所有质疑 但其实就像TM1A红毯主持人说的那样 去年的音域盛典上全场大合唱情人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是的 凭借着大热单曲情人的出圈 以及他的唱功舞蹈和舞台表现力 蔡徐坤早已经得到了华语乐坛和很多观众的认可 现如今的蔡徐坤不只是顶级流量男星 还是华语乐坛的当红男歌手 所以红毯压轴之后 转心期待一下蔡徐坤的舞台表演吧 当然这次压轴之后 蔡徐坤也算是成功度过了这次的争议 总之歌手蔡徐坤依然未来可惜 所以对于蔡徐坤这次在TM1A红毯上的压轴亮相 以及他的红毯造型 你怎么评价呢